第三个叫贵人相助 和一定自负 其实我们人一生 到处都有贵人在帮助 可是为什么我们都得不到贵人缘呢 因为我们自己 在整个生活工作中 你的行为得不到别人的欢喜 所以在人际关系里面提到 你要喜欢别人 也要让别人喜欢你 你就有贵人缘 我过去常讲的 怎么样 脸是笑的 嘴是甜的 腰是软的 手脚是快的 仪表是好的 假如你具备了这个五个基本的要素 可能在你的生活工作中 就容易得到很多贵人的帮助 以上这三个 他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 快速的帮助你长智慧 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好 以智责同行 你会不同 反响 以高人为无 你能登上 巅峰 我们跟蜜蜂就能踩花蝶 我们跟昌蜂就进厕所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 从今天开始 一定要懂得协会借势 借力 我相信 从此没有难做的生意 我们可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